大家今早都说了 改名 我们还在想怎么读 叫Facebook 接下来就不是了 叫Meta 连曲都改 是的 连美股 不是FB 现在它改为MVRS Meta的概念是想推行元宇宙 近期都开始说起 未来就会以元宇宙为先 而不是Facebook优先 究竟这个改名的动作 我怎么看它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们在设计室也有人留言 就是问早晨Rafi怎么看Facebook改名 他说他觉得是大龙凤 纯粹找技术 他说要沽 我挺怕他问我什么叫元宇宙 我真的不懂得 我都只是很笼统地说 那些虚拟现实之间的 未来应该说超越一个 现在一个宇宙的一个 超越了一个宇宙的一个世界 很笼统地说 但是未来就说 那个方向不会再是一个 纯粹是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 对 那这个意义在哪里有 是不是公司的 现在新的发展方向 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这些铺牌 就是改名改曲 或者业务方向来计 其实都是真正是长线的 我觉得某场上也认同 就不会说 因为这一刻宇宙的改名 突然间对股价有什么 很大的炒作 或者很大的一些动作 因为所有普派 刚才提到都是真正是长线 因为始终我想 刚才说完 自己也说了 其实实际问到我 什么叫圆圆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懂这些东西 但是Irene 也有两个解释 或者大家提到一些报道 都会看到 其实是进一步 简单理解 加强一个 例如虚拟实景 和增强实景 ALVL那些的概念 简单理解 那么简单理解 那变上明显地 就很见到 整个Facebook 那个业务方向 就不同以往了 因为以往 大家都知道 可能用了17年的社会平台 大家都是不断地 知道Facebook 那个营运模式 都是透过这个平台 去收一些 比如广告的收入 很多其他外的服务收入等等 但是始终都知道 这个广告的行业 的收入竞争 其实是大的 而且始终 过去都这么多声音 不断地质疑 所以我想 现在整个方向 有点类似业务 想转型 或者搞多些新的业务 其实不奇怪 但是刚才提到 这些所谓元宇宙 虽然近这大半年 都经常有人说 甚至自从Facebook 带出来之后 就个人都说 但是刚才提到 一来 未必完全看清楚 是什么 二来我觉得 所有的铺牌 都真的很长线 就是说真的 Facebook 特别当年 说开创先行 搞这些社交平台 头一两年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都是那一回事 所以我想都是要时间 所以 尝试不是说它不行 或者也都不知道 行不行 要看 但是你说 从中短期来说 就这次说什么来计算 我觉得对股价 你说有没有很大的炒作 又未必 但只不过很清晰地告诉大家 就是你现在走的方向 会完全不同 是